什么鬼 人家会发马桶 什么鬼 你怎么开他的呀 开马桶 一共是210美元 怎么这么贵呀 是啊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 是要收关税的 哎 柯四兄 你看 新加坡华侠这么抗战公司 怎么会在这里受败 对不起 无可奉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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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 继续关注上海疫情 在过去几十天的全程风控下 上海持续涌现精彩的故事 之前华尔街焦点的视频有提到 上海和辽宁围绕着谁该为一大批烂掉的蔬果等援助物资负责 展开了隔空的口水战 结果是辽宁拿出影像和物流记录等证据一锤定音 不少网民表示好奇 为什么辽宁会把证据做得那么严谨 等于是全程预料到了上海方面的反应 随之而来的是 有网民或许已经揭开了答案 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辽宁省副省长 或许最了解你的对手往往是自己人 有社交平台讨论截图显示 这次辽宁物资全程录像到上海 居然是辽宁省副省长提出的 最重要的他是上海人 他知道上海人会这么做 也就是会甩锅 所以他提出全程录像 让上海方面无话可说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这个副省长叫周波 来自上海凤贤金会镇 在2019年去的辽宁 说到底都是为了 能让上海普通市民吃饱饭并吃好 而这两天时间 上海普通网民们 为了一口吃的 真的是操碎了心 而在一批又一批 食物为主的物资援助之中 不少网民发现了各种猫腻 有网民发现 拿到手中的食用油很奇怪 下午刚生产 晚上就到网友的手里了 还有发现 拿到手里的咸肉发率 午餐肉里有蛆虫 有鉴于此 从当地时间4月20日下午开始 上海普通的网民们 纷纷在开始互相提醒 要谨慎检查 拿到手的食物 有人发现 一些物资是来自 垃圾企业的库存 在过去一天时间里 在中文互联网上 很多上海的居民都展示自己收到的发霉的降压 不能吃的是字头 来自未来的肉和食用油等等 在食用油方面 网友点名了龙金花这个牌子的名 有社交平台聊天 截图显示 这个被称为龙金花的品牌 在京东 拼多多 淘宝等电商平台 都搜不到的新产品 入选了上海2022抗疫保供产品名录 下面展示一位上海网民领导的物资 乍看之下 没什么问题 都是常见食品 面粉 食用油 盐水鸭 凤尾鱼和豆豉淋鱼罐头等等 但是仔细查阅 你会发现这些玩意不是三无品牌 就是抽减超标 要么企业实交资本为零 实在很难让人放心 孔雀石氯听起来很美 其实它是一种化学物质 具有高残留和致癌 致肌 致突变等副作用 中国已经将这个孔雀石氯 列为水产养殖禁用药品 已经有网民们因为吃了这样的东西 而拉肚子了 而网民们也很无奈 因为他们所住的整个街道都是这样 连洗衣液都有问题 而网民们也很好奇 这些物资到底是从哪里采购来的 这里华尔街电视提一下 在中国平时点外卖 里面用的会不会也是 这类从来没见过的产品 毕竟能满足保供 这种瞬间大数量发放要求的 绝对不是那些一两天 搭起来的生产线就能做到的 肯定也是从原料供应链 储存到分销 都已经是流畅运行的 阿样能够维持这样的规模体系的运行 肯定是有稳定的出货渠道 所以估计这些产品 在平时就有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那么平时这些产品都去了哪里呢 或许是更加黑色幽默 上面提到的听起来有点像 山寨产品的龙金花 使用油回应了质疑 称自己也遭到了山寨 华尔街电视留意到 在当地时间 4月21日晚 包括澎湃等多家中国媒体都报道了 龙金花植物油回应质疑 非山寨 其中有产品 非该公司生产 其中提到 4月20日 设复疫情生活保障物资中出现 我公司生产的龙金花玉米 配芽油 网民对企业产品等提出质疑 经调查核实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关于质疑产品为山寨产品 他称 龙口师龙金花植物油有限公司 在2008年注册成立 征兆齐全 主要经营 食用油相关产品 系全国放新 粮油加工示范企业 生产的龙金花系列 食用油产品获得R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R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R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资质 并非网传的山寨产品 二 关于质疑企业 该批次产品生产日期的问题 经对比核实 网传图片中 一产品系我公司 2022年4月13日生产产品 该批次产品生产日期 喷码标识 均为2022年4月13日 该批次产品于 2022年4月14日出厂 网传图片二中 经过对比确认 产品生产日期 激光喷码位置 日期格式及油桶形状 均于我公司产品不符 并非我公司生产产品 甚至有网民还称 发的神药 莲花清瘟 也疑似出现了山寨货 不同的包装 上面的商标和排版 完全不一样 不过随后 中国媒体 北京日报有发文称 近日有市民反映 浦东新区周浦镇一小区 发放的莲花清瘟胶囊 外包装盒 与此前收到的 有多处不一致 查询相关商标信息 发现带有莲花 字样的商标 仍处于审查之中 据此 不少市民认为是 发的假药 目前市场上 有效期内的莲花 清瘟胶囊产品 有两种外包装形式 显示了伊林和莲花 两个商标 我公司因优化产品 分类管理 将呼吸系统 相关产品 现同意用莲花商标 即将原商标的老包装 更换为莲花商标的新包装 我公司产品 严格按照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 管理规定 对产品进行信息标注 并执行药监部门的 规定使用条形码和二维码 实现对产品的追溯 在上海 不少人吃饭很困难 不过这困难 应该还不必出行 毕竟大家都要按照要求 待在家里 为了让大家更加听话 上海官方用上了 更激进的办法 在本周三 4月20日 上海市卫健委官员 吴谦余在疫情发布会上说 全市的疫情近几天 呈现下降趋势 单日新增报告 100例以上的接阵 已连续三天降低 社区扩散得到有效抑制 不过在周二晚上 及周三 在上海浦东及浦西等地的 大部分马路被铁丝网封锁 有网民提供的 多段视频显示 施工人员在架设铁丝网 而根据英国媒体BBC的报道 上海防疫手段再加码 当局要求居民区 整体搬迁到附近的省份 BBC获悉 为了阻止新冠疫情 在上海扩散 中国当局正在实施 新的极端措施 一些社区被要求整体搬离 上海本部一个地区的 当地官员发出通知 要求居民搬迁到 160公里以外的隔离设施 该计划旨在将人们 从上海平旺的家中 搬迁到陵近的浙江省 民众将在那里 至少暂住一个星期 根据该通知 幼儿老人和残疾身障人士 可被排除在搬迁计划之外 该公文要求 只有检测成阴性的民众 才需要搬迁 目前尚不清楚 这样做的原因 上海的地方官员们 现在正面临巨大压力 他们被要求继续减少 病毒传播的风险 并努力实现清零 几天前 政府已在上海 另一区域实施搬迁 让居民从他们的家中迁出 并疏散了大量人口 至少有1000人被迫 离开北蔡镇 搬到临时住所 以便官员队 上海东部浦龙新区 外围的这一地区 进行消毒 一份官方通知 告诉居民收拾好自己的物品 并将衣柜门打开 以便消毒 他们还被告知 要打开家门 社交媒体上流出的照片显示 许多民众带着打包好的行李 连夜排队 离开家园 能看出这一次行动的规模 该镇防疫办公室的通知 还包括这一命令 这次办理不能带宠物同行 但我们将采取措施安排 这是一个新的迹象 表示中国有意采取 更极端的手段 阻止病毒在上海传播 目前为止 在本轮疫情中 上海感染数已超过40万 这个2500万人口的城市的 大多数市民 仍处于严格的封锁之下 封城已经进入第四周 截止到当地时间 4月21日 上海政府公布的感染新冠死亡人数为25人 大多数死者都是本身有基础疾病 且没有注射疫苗的长者 社交媒体上出现的视频显示 穿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的医务人员 穿过北菜镇 在街道和人行道上撒石灰粉 试图杀死残余的病毒 当地政府官员早些时候 否论了该区有多达8000人 阳性确诊的信息 称这是假信息 据报道 当地居民被转移到几个隔离中心 或隔离酒店 一名33岁的妇女被送到一所征用学校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昨天刚来 今天我就够了 我想回家 也有人说 被转移到临时医院 对他们来说是状况的改善 一个40多岁的家政工 在网上说 他是被送往一个设施的100人之一 他说那里的食物更好 此前 他曾发帖抱怨政府 只提供了两个胡萝卜 一个烂的南瓜 以及两个玉米碎 搬迁 该镇大量人口的决定 似乎是在一位高级别的中共官员 访问当地之后立即做出 负责疫情防控的中国副总理 孙春兰在民众撤离当天 亲自到当地视察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 同一天 也就是4月16日 他又访问了上海周围地区 并指示官员不能有特例 并补充说 所有受感染的人都应该接受治疗 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应被隔离 BBC曾经多次尝试 拨打政府公开电话联系 当地官员官方发给居民的通知 最后称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们唯有齐心协力 才能共克时间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为了阻挡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已经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要求 迁移一个城镇的全体居民 在2022年早些时候 在阿米克戎变种病毒疫情爆发之后 杭州附近的两个小区 有大约9000名居民 被集体转移到所谓的集中隔离场所 在2021年的1月 为了控制新冠病毒 北京附近的河北省 共有十几个城镇的约2万人 被搬迁安置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 Warning